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国内预约看医生很方便 只要打开i深圳或者健康160去挂号就可以了 打开网站之后见到挂号去挂号 我就会见到有不同的医院在我附近的 我就去选一间家附近的 春风路罗湖人民医院 之后出来就有很多不同的科目 我今次就看牙科 牙科拉拉拉拉到最终的 口康科 按进去 按进去之后有不同的科目 我就选了去补牙 看到有不同的医生 有位或者是没有位 有号的意思就是可以了 我就选了一个 好了 还看到简介 医生的知力 经验等等 我就选了今天星期四下午时间 再卡进去 当卡进去日期和时间 他就要我完善个人的资料 我就填写我的名字 身份证 身份证号码 出生年月日等等的资料 出来 OK 问我是否今天确认时间 原来陈金费用是25元 他就确认了出来 也即时有个手机短信给个message 大家看到尾段 因为我会和大家一起分享 国内医院口康科究竟收费是怎样的 网上预计了 都是要再去前台登记一下 我提前大概半个小时 好 牙痛呢 就惨过大病的 所以现在就是 都在等着 等多一个人就到我了 我应该还医护 蛤 这是自己觉得有副牙 呃 因为我 我的牙太 因为我太说了 平时我会用 吃完东西我会用 牙红柴 还有有时在餐厅会用牙签 那我用牙签的时间呢 有时我觉得 痛 痛 痠痠痛 不见用牙签 用牙红柴的牙签很好 牙签有时候会伤到我们牙签 但是有时 有时在外面 没办法 下面 好像有两个 最后这个大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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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有疼 哪里有疼 不疼啊 就是酸 就是菌牙的感觉 就觉得好像有一个洞 有 是不是最后这个大牙 这个最后这个大牙 这里面是有烂的洞 自己感觉是最后这个大牙 是 大家听了我和医生的对话 医生就给我拍片 看一下其他牙究竟是怎样的 原来国内的医疗器材很先进 好像那些台机 原来是CT的 360度 拍片即是五分钟都不用 即时拿到报告去医生 医生就叫我暂时可以什么都不用做 所以今天埋单几次呢 拍片连检查就64 挂号就25元 总共就89 医生就建议我补牙的 补牙每一只 现时这间医院收费就是400元 另外要剝一个智慧尺 智慧尺剝牙就是1000元 其实现在在国内所有的医院 做任何的医疗服务 任何一个科室 都会明码实价 将贴了的价钱 就在科室换后的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还没订阅我 铁索姑姑小姨妈频道的朋友 请支持订阅、点赞、分享、留言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